香港入境檢疫由3加4變成0加3 瑞銀投資銀行研究部26號表示 檢疫政策放鬆將有助推動旅遊相關行業 但也可能被本地零售商和零售物業業主帶來更大的下行風險 因為出境有可能增加 而3天的健康檢測可能導致入境旅客的復甦有限 瑞銀策略師陳志立維持2022全年GDP同比增長0.2%的預測不變 因為前幾個季度顯著拖累增長 而外部增長不確定性仍然較高 該行表示 由宏觀的角度看 水銷酒店隔離無疑是利好 能夠增強香港作為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因為香港消費者可能出境旅遊 而不是在本地消費 預計本地零售支出的水準將下降 估計下滑12% 瑞銀準一部指出 去年邊境閉關時 香港本地零售支出比疫情前的水平高14% 但如果日本將取消所有出行的限制 以及大陸仍實施嚴格的防疫措施 香港和大陸大規模恢復通關的可見度仍較低 因此對10月疫情鬆綁後 對本地零售表現影響 尤其是可選消費品支出 水銀池審慎的看法 喂喂,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secre 這件事參與 本地樓面諸